林逸德摩羯座 她这个年轻漂亮的女生 会有什么人生的问题呢 女生都一样 我的正缘何时来 天生注定我晚婚吗 是的 逸德 我觉得现在女生有时候 大家都想说我要桃花 我的正缘什么时候来 是你在急 还是你被亲朋好友问到急 应该是说 爸爸妈妈也很急 但是我自己可能也会觉得 我的情路还蛮坎坷的 所以觉得很疑惑 那又为什么你会觉得说 天生注定我是晚婚吗 这是有曾经算命算过 还是什么意思 你自我质疑 没有没有 我小时候妈妈真的有带我去算命过 对 然后她有讲过说 我可能会晚婚命才会比较好 就是说这样子漂亮的女生 她不可能说没有交过男朋友 追求的人一定很多 对 既然追求的人这么多 那有什么好烦恼的呢 但你在烦什么 我们来问说 你曾经交往过一个论及婚嫁的男朋友 但是交往一个月左右 觉得她的个性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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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不敢嫁 你就分手了 对 我跟她大概交往了快四年 三年多 然后对方其实是大我八岁左右 然后其实她整个人 我觉得她百分之八十是很好的 因为她也长得高长得帅 然后她的经济也很好 对 但是就是她带我也是做给别人看的时候 也会像公主一样对你很好 在场面做得很漂亮是不是 对 上下车会帮你开门这样遮腾 好厉害 对 就是这一种 马姐你觉得这种男人好吗 好啊 这是基本礼貌 一定要会的 对 但是其实是在交往一个月左右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她的脾气好像不太好 就是 她很容易就是说话 是会有一点语言暴力 语言暴力 有哪几句 对对对 比方说 她可能会在争吵的时候 如果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她就会说 林义德 不要以为你是主播 你了不起 这样子 就是 全部的人都在看我们这样子 然后比较具体的就是 我第一次发现她脾气很差 是因为 我们开车去看夜景 然后 我突然就是 那时候可能前方有一台车 就是可能 她要倒车 可是对方 她其实是一个像爸爸年纪的人 可是这个时候 其实人家车子也是没有撞到我们 但是她就是 冲下车 然后就是要跟对方理论 然后差一点就要打起来 然后我觉得对方的态度 开车的车皮不好 对 我那时候就有点吓到说 她对我的时候都是彬彬有礼的 可是她怎么在开车的时候 就是 就是脾气非常的差 这么容易生气 对 其实因为她对我也很大方 会送我一些礼物 这一点是好的 可是 如果我们今天吵架的话 她就会把礼物要回去 对 然后 等一下 送你什么 其实因为她是一个 眼光其实蛮好的 她都会送我一些精品类的东西 包包 包包或者是项链 Tiffany啦 精品项链 对对 精品项链 精品狩链 不是 她让回去要干嘛 让回去要准备要送给下一个女朋友吗 你有没有收过她前女友的礼物 你这样讲真的是 你收她礼物的时候 她有含盒子吗 说不定是没有 有保证书吗 我觉得 马姐好像有 有订货单 日期吗 马姐聪明 我真的曾经收过她有送前女友的礼物 为什么会被我发现 是因为她的那个卡片压在那个礼物盒的下面 我打开那个名字不是我 这是真实发生的 蛤 真的有 对 真的有 难怪她会要回去啊 这要扣分嘛 这真的扣到不行 还有就是因为这样子 她也跟我求婚三次又退婚三次 然后戒指也是要回去 这样来来回回三次 对 她曾经跟你求婚三次 对 然后你都答应了 对 都答应了 然后那又为什么又退婚三次 就是吵架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们吵架还蛮频繁的 然后你有跟她一起回老家 这一段经验让你 就是回老家碰到亲戚朋友 所以这一段经验让你有点 吓到 她当我八岁 然后条件又这么好的时候 等一下你这样条件好是多好 你先说多好 多高 多帅 是怎么样好 就是有超过180以上 超180 对 然后像朵林哥这么帅 哎哟 好帅喔 哎哟 我条件好好用 对 我开车不会臭干辣椒 哈哈哈哈 我也不会把礼物要回来 因为我很少送 哈哈哈哈 这重点 因为没送 所以没得要回来 对 嗯 然后有房有车 就是 就是经济基础非常的好 然后它可能也是 某个公司的副总 就是 哦 那不错 那真的是很 真的很稳定 很成熟 嗯 那你说跟他回了他们家 现在发生什么事 应该是说 呃 他条件这么好 那我那时候当然会先询问他说 哎那你结婚了吗 然后他就跟我说 呃他还没有结婚 他是这么笃定跟我说 他没有结婚 你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就问他说 你条件这么好你结婚了吗 对 对 就是在朋友的时候 接下来我就问他说 那 他的回答是没有 对 他是说 很确认的说 他说没有 然后再来我也问他说 那你都单身了 然后他就说 对啊 他就是没有交女朋友 然后我就觉得 那就可以交往看看 好 除了今天我们知道 观众朋友以后要问男生 不要问说你结婚了吗 应该会 你结过婚了吗 对不对 马姐 对对对 现在很多男生 18岁可能他就结婚 20岁就离婚的 也有 那他说我没有 比方说我现在没有结婚 在没有结婚的状态 所以我们要问你结过婚了吗 是这样子 哇 好好笔记下来 对不对 不是 不是 结果呢 结果就是 因为你后来就开始在交往了 然后 就会见他的家人 然后 可是很奇怪就是 他的家人就是时不时的会用 因为他们是客家人 然后他们就会用客家话 在讲一些我听不懂的内容 可是有一些音你可能会听得懂 就是好像是小孩 或者是婚姻 就是这一种东西 你大概有一点点你猜得到 客家庄其实很有人情味 然后人跟人的关系很亲密的 就有旁边亲戚朋友邻居 三公六婆 哎呀啊 带回来啦 哎你们怎么现在这么久了 还没生小孩啊什么什么的 对对也有这样子 对就问你还没生小孩 哎呦我怎么看你跟上次长得不太一样 越来越漂亮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不是同一个人 对啊 对啊 说我们还没结婚怎么会生小孩 对 没错 他就是把我误认为是他的前妻 原来他是离过婚的 前妻啊不是前女友啊 对 就是他有离婚 但是他没有让我知道 所以对对对 所以我是后来才觉得越来越奇怪 越想越不对劲 那为什么后来他坦诚是因为 呃我们有去教会上主日学嘛 然后他那时候可能就是有学到说要诚实 所以他后来才自己跟我坦诚说他离婚了 后来我还发现了一个还蛮惊人的就是 因为呃有进入有进出他家嘛 然后有一次我就竟然在他的抽屉就翻到那个离婚协议书 就是他跟他前妻签的那个离婚协议书 就压的日期竟然是在我认识他三天之后 他才签那个离婚协议书 认识你的三天之后才签的 然后我后来有问他 他说其实他们要离婚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 可是他可能一直放不下他的前妻 可是他认识我三天之后 他就决定要签那个离婚协议书了 这样是高兴吗 可是我不高兴耶 因为我会觉得就是 他是放不下他前妻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好像又是他的备胎 应该没有女生喜欢这样的感觉吧 不会啊 有些女生会觉得喜欢啊 所以我就很高兴啊 我就会想说我一定比他前妻优秀 他才会认识我之后把前妻放掉 不然都舍不得放 一定是你比他前妻优秀 他才会跟他前妻分手啊 对 所以有不同的想法 但你的想法是说 你不想成为他们分手的那个 些为原因都不愿意 嗯 对 年轻人你在迷惘吗 听我一句话少奋斗三十年 让老师帮你持点迷津 从场平足变成人生胜利主 跟着星象趋吉避凶 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 年轻的朋友 想让命运好好玩的大师帮你算命吗 详情请上 点出官方粉丝团 点出官方粉丝团